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下不少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赢在起跑线 做到多才多艺 为此不断填鸭式教育 最终适得其反 两位创始人身为妈妈 深明教育对子女的影响深远 更希望将华德福教育模式推向澳门 为了维持场地租金和日常开支 必须走向商业化才可以生存 两位妈妈希望她们的原地能够得到关注 让更多的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 最初的那种原意是 我们有一帮很喜欢华德福教育的妈妈 我们很希望在澳门 但因为当时澳门未有任何华德福的实践机构 我们就一帮大部分的全职妈妈 我们就集合在一起 然后租了一个地方 当时是一个地铺 创办了这个机构 就是我们的原生 青年企业家协会表示 华德福教育不单是澳门比较新的教育概念 鄰近地区也是小众教育体系 要将这种教育模式普及化 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 经营者需要想清楚 往后以商业模式 还是以非商业模式经营 华德福教育本身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教育体系 澳门是属于起步阶段 而且我自己去接触这套教育 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很自然的教育 符合小朋友成长的需要 因为特别是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很多小朋友都很难去接触大事 而在华德福教育里面 它很着重 就算你生活在城市也好 它会有一些方法 一些技巧去教导你 如何可以将更多的自然 带到给小朋友 因为我们已经营业了一年的时间 其实大部分都是人传人 我们之前累積了一些家长 他们会通过朋友的介绍过来 因为我们暂时的宣传 可能是透过Facebook或微信的平台宣传 其实刚才也会看到 我们的场地和平时的Pay Group不同 我们会有很多木的元素 我们不会有些塑胶 最主要是我们完全没有电视 媒体给小朋友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很喜欢 这一套教育模式 生产力器科技转移中心认为 一家企业要生存和持续发展 必须有盈利能力 开办教育中心也不例外 最重要是创业者能够坚持它的教学理念 不可以让教育沦为一件商品 或者赚钱的捷径 家长对华德福教学理念相对陌生 加上华德福所提倡的万学模式 和一般家长要小孩赢再起跑线的心态很不同 当务之急是做家长工作 加快做好专业教学年象 并向家长灌输华德福教育理念 让他们对理念产生认同和共鸣 在家长群中建立口碑 是最好的宣传方式 很大的展望 对华德福教育在澳门的发展 因为本身我们这批妈妈都算是开荒牛 即是第一批接触华德福教育 其实在香港、珠海 特别在国内 华德福的发展是非常蓬勃 可能每一个城市里面 大小城市里面都会开始有几十个华德福实践机构 而澳门来说相对很少 我们将来的展望是 我们希望可以引进多些国内 或者国内外资深的华德福老师 来澳门去做一些培训 做一些可以认证到的课程 让可以培认多些华德福老师出来 可以渗透到学校和不同的社团 去将这种艺术化 这种更加自然健康教育 带给多些家长、多些小朋友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刘丁记博士认为 时次按例企业面对的问题 是如何稳定参与者数量 令小朋友有固定节奏参与课堂 重点是要让家长感觉到价值 不过华德福的教育方式 并不容易有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 所以必然推广会无法一帆封讯 同时加强和其他机构合作 退出实验科程或学校 这样长期下去容易持续发展 当然商业化非今期个案本身的理念 但是教育都是需要有商业力量 和实际资金的支持才可以推广 所以亦都建议这个个案和本奥 以及国外具规模和实力的 基金会提出申请 赠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小众教育本来就是需要长期抗战 才可以逐渐获得认同 创办者要有良好心理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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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